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那麼這個是事發之後 那很多這個罹難者的家屬 就去那邊招呼 那我想請教一下廖老師 大家這樣都發他們的名字 對 這樣子會不會混亂 會說聽 聽了沒有嗎 不會 不會啦 但是就是說 這個是我們可能是 所有臺灣民眾心裡的痛 我幾乎每一次看這個新聞 就就會哭一次 就像那個我們剛剛博士講的 這個是人禍是可以 避免的 可是很可惡的 就是說因為一個 一個就是說 這一個人的疏失 然後造成那麼多的傷亡 那其實這個隱魂 對亡者是很必要的 因為怎麼講 這個是很突發的 有的人在睡覺 是 是 根本不曉得發生什麼事 對 不曉得發生什麼事 再來就是那麼快的一個撞擊 然後每次看到這個新聞 就是看到有的 有的這個大體 他是 他是不完整的 甚至頭都已經都都是破掉的 那其實對王者來講 他是極度的一種害怕 驚恐 跟痛苦 對 那我們再講就是說魂飛破扇 就 我的感受就是這四個字 對 那對他們來講是很殘忍的 那但是這個時候 他很需要的就是隱魂 那隱魂是一個儀式 這個法師他會開魂路 就是說魂就是魂破的魂 就幫這個亡靈開了一條路 然後呢 這個陰魂 就帶領他們 然後這時候家屬呢 就是這一個王者 會聽到這個熟悉的聲音 因為在他的意識裡面 是需要這些認識的聲音 來叫他的名字 所以跟他越熟的人 越有效果 是不是 對 那比如說 已經請法師來這個陰魂 如果是在找這個 就是說遺體的時候 還是說還不知道 這一個人在哪裡 那可能泥爛的時候 可能就是我會建議 就是家屬要拿他的衣服 就是他穿過的衣服 那個對王者都是有幫助的 然後來叫他的名字 對對 那我們看到 拿他的衣服 或者是他最熟悉的東西 對 熟悉的物品 熟悉的物品 對對 他熟悉的物品 對這個亡魂都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看到拿黑雨傘就是說 他們陰魂就已經幫他做了一個牌位 這個牌位就是絕魂 我們常在講絕魂的一個歸處 讓他們可以跟著這一個牌位 然後黑雨傘撐著 然後有這個陰魂 帶他們一步一步走到可能要幫他們做這個辦理 這一個儀式後事的一個地方 這個當天反應要很快 馬上就要找到 我看他這個都有一個刀 對 然後面上就放那個神主牌 是 是 是 然後有準備很多的雨傘 還有這個什麼 招魂 對 陰魂 因為因為我們人過世之後 已經沒有肉體 肉體可能要跑步幹嘛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這個陰魂 就是他絕魂 絕魂馬上 我們絕魂就是有意識 有感覺 有聽到聲音 可能他 他不知道飄到哪裡去了 在我們的異次元空間 他會迷茫 找不到 他也會害怕 然後我們陰魂會有聲音 而且法師會有這一個儀式 然後會有這個統領的聲音 然後他會聽到這個聲音 叫他的名字 跟他說沒有人回來了 是這樣嗎 對 對 家屬最好會呼喚他的名字 對 他就是說開魂 他會念經 然後讓亡靈會聽到這個聲音 會引渡 陰魂就是引渡 會引渡帶領他們來到這兒 來 進來這個神主牌 對 對 對 他的魂就對了 對 絕魂 對 那就是說我會建議就是 如果是當天跟隔天做 又有什麼不一樣的效果嗎 就是說可能這個亡靈的當天的話 趕快找到遺體 對亡者是比較好的 那如果說 越炸越好 越炸越好 那如果隔天的話 因為有時候人剛過亡的時候 他不知道他已經過世 然後也不知道他在哪裡 他會驚慌 會惶恐 他也會哭 他也會哭 那現在 有人睡著了 在火車上睡著了 對 對 對 可是忽然之間瞬間也就去世了 但是有一個小妹妹說 那個頭找不到 對 頭找不到 只有身體 是 那如果他睡著了 其實是瞬間 對 所以他會知道他死亡了嗎 有時候還不清楚 可是他會看到 他的身體怎麼變這樣 他會哭 他會害怕 所以引魂這個動作 是對他們很大的幫助 那我要再講的就是說 我們還有一條身魂 身魂就是會顧著他的遺體的 我們的肉體的這一條魂魄 那發生的這樣的事情 最好就是說 如果家屬能夠懂得的話 跟他講話 就是說 改陰魂了 比如說某某某 那現在法師在唸經 那你跟著我一起唸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對他的魂魄都有很大的幫助 那如果法師可以就是說 在他的臨堂的時候 在做拜友翁跟做友禪 對他的 比如說 我們有這個大體修復師 我這一次看這些新聞 就覺得說 其實我們臺灣是很有愛的 發生這些事件 我覺得我們整個社會都受傷了 跟著這一些我們的 這一些受災的 這一些我們的同胞 我們的心都是受傷的 那如果說我們的家屬懂得的話 就是說請這一個 罵難者可以一起唸 這個阿彌陀佛 然後這個法師幫他做友禪 那像我們這個肉體 就是大體的修復師 會幫他們修復 那但是他們的傷痛 就是他們其實會痛 那經由這些法師念 藥師經 藥師燦或是拜友翁 來幫他做修補 他還是會變成一個完整的一個靈體 對 好 那這個是跟大家報告 其實這邊是核人隧道 這邊是清水隧道 那發生事件其實是在清水隧道 這個工程車從這裡連下來 然後這個泰鱸隔號開過來 撞到 連到支堆隧道裡面 所以當都塞歪 那我請教一下高法醫 像這樣的情況下 法醫一定要一定要到現場去驗試 當然 要找石塊 來結合這個石塊 做一個整個全濕 這就是技術 因為他這個比空爛還要簡單一點 但是比上次我們在臺中發現 那個威爾鋼事件 還有點困難 因為空爛是崩潰 威爾鋼是火災 對 火災 它是固定一個地方而已 那個空爛是崩潰之後 這方圍幾十公里 都有可能刺怪 走到哪裡去 都找不到 所以有時候很困難 這點是 但是威爾鋼 但是你做一個法醫 那你怎麼 因為說實在接來 應該是屍體也是殘缺不絕 對 沒錯 沒錯 那你怎麼辦 我們就是像這樣 一般的見識方法 五分兩種 一個是一般的見識 一般的見識 一個是特殊見識 對 從這裡一般見識 先去鑑定 就是看這個人的大小孩 還是他的身高體重有什麼特徵 他有刺青 有刺青 刺青的治療和指紋 這全部都在做 我認為是這個事情 就是要先把這些絲塊拿到 把絲塊拿到 分著左手右手 左腳右腳 生肌到不明 可以用柔有字當舉例嗎 不可以 沒關係 用話 我問一個問題 才會告訴你 因為剛才剛才他說這個 不然大家會記得 第一時間是說五十一的 對 有沒有 如果還減兩的變四十九的 對 現在加一個變五十的 就是因為豆腐去吹到 又跟他身高是一樣 又倒到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 這個很麻煩 就是說有時候 我們不知道這支豆腐和豆腐 如果一樣都是豆腐 豆腐兩支 對 絕對兩個人的 沒有人有兩支豆腐 因為我們的負荷和大吉他在這裡 對 沒錯 我們以前也是在東山 扣到一隻腳 對 以前就是要做DNA 看是誰的 第二天又扣到一隻腳 就問我 不好意思 這DNA 怎麼會一定同人 還是沒有同人 我說絕對沒有同人 他說做出來 你怎麼知道 兩支都這麼腳 怎麼會有兩支 怎麼會沒有 跟這一樣 就是說你扣起來 倒手 倒手 加手 加手 這樣一直噴 再扣作廢之後 就去做出來 比如說一二三四五六七 做出來第一的 剛才跟右手的 第四的一樣 你就用作廢 就去做那個 沒怎麼說 那叫 往右四一樣 連連看 連連看這樣 就扣作一位 就知道這一千人 你說左一 左二 左三 都去都扣到底 對 右一 右二 右三 右二都扣到臨 對 高醫師 如果有特徵的 譬如說有掛手機的 有掛手機的 這又另外要扣ABC 那是很好臨 這家修來臨就是出來 對不起 高醫師 我請教你 就是說像這種裡面 已經是扭曲變形 對 法醫要跟著進去 當然 當然 我一定要去扣 還要順便看 那裡面 裡面其實是很血腥 對啊 沒錯 所以你就要你要指揮這些救難人員說 這個應該是誰 這個應該是誰 拜託他們用一個空空的地方 把所有掛來撕塊 分ABC 比如說左手右手 左腳右腳 跟身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 還有特徵ABC 就叫加速 你如果加速沒來臨 就是要做DNA 可是那麼多車廂 你怎麼會有辦法 一個人分身法術 不是 拜託他們都要掛了 全部集中體的地方都要來做 這樣喔 這樣才會快 是把大體跟你撿到的屍塊 集中在一起 然後你才去扣 對對 我們才去撿 這這樣去 倒去 倒去 就知道了 一般是 最簡單 當然是特殊的見識 就是頭 因為頭如果頭很多破掉 他說有一個人 那個頭壓成一本書 那是有可能 因為壓破關 對 不然一般我們頭壓得很硬 大家沒有兩百瓣 要造成他裂開是不可能 要造成破壞可能要四百瓣 可見那個撞擊力 對 太大了 我們說一下 總理加速度 再請教高醫師 所以因為這一次是 他說 我那天有好問 一個救難人員 他有去 他說最慘 最慘的是第八節車廂 第八節車廂就是車頭 車頭 手機就在這裡 他說其實有一邊 嚇到整個都沒有車壁了 椅子都亂飛了 我在想那個第一瞬間 這些人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能瞬間就死亡 他說頭在車廂裡面沒去 翻到頭沒去 車壁 他應該是 那時候我們看現場照片 他是第一節車廂 等於被導致破兩半 這樣子破兩半 所以後面只有剩一半的在那邊 其他都不見了 力量那麼大 對 然後我昨天 前天晚上 有連線一位就是受傷 但是他生還回來了 他說他坐第五車廂 他說第四節車廂 他坐在八 七 六 五 他說坐在這裡 他坐第五車廂 結果第四節車廂 是撞這次跟第五車廂 撞一次 你看坐在這裡的人一定很慘 對不對 然後第四節車廂的這裡 應該也很慘 那十個 電視到第五中間 那十個 因為這裡速度很快 這裡已經停下來了 所以這個後面 就是往前推 往前擠壓 這樣 所以如果有這個很小的 絲塊或者皮膚毛髮 這都要撞嗎 我們一般是都有撞 盡量撞得夠 我就說一個故事 有一次有一個人去火車撞到 整個都吹掉了 因為我們的速度很快 整個都撞掉了 就聽那個 知道怎麼隱魂 他就不走了 我們就說奇怪 我們是有一個賺錢的 有一個賺錢的 有一個賺錢 那個實際上就說 不是 這個 不知道少了什麼的 他就不 可能在現場 沒撞到 他不走 我們差不多兩三公斤而已 差不多一百公斤 就一人說 這裡一支腳在這裡 就順利撞一支腳 撞回來他就走 所以他的腳丟在現場 不走 我訪問的這個是個 坐火車 這個是個澳洲人 他娶台灣太太 對 那這個臺灣太太她是臺東人 她帶她回去掃墓 要剛才不行 剛才這個車禍 然後她說 她說發生的時候 他們以為是火車撞到土石流 但因為大家都不曉得 他說接下來是車窗晃的 車子晃得很厲害 然後她說她太太 她坐窗邊 這個先生坐窗邊 太太坐車道 她說她太太 因為晃 晃到 晃飛走了 然後她是去撞前面的椅背 所以她也受傷 她也受傷 但是她說第一時間 上面就都滑掉了 裡面就暗瘦了 可是你知道在車上 除了睡覺之外 大家最常做什麼 滑手機 滑手機 對 他說沒有人 手機是在手上 都不會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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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要 因為手機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 照明 對 你好聰明 後來大家就開始找手機這樣子 然後然後就 後來找找找找找 找到手機以後 他就開始照明 然後他說裡面是現場是一片哀嚎 那哀嚎 他說他旁邊有做一個 然後那個人也是哀嚎 然後一直講救我 救我 然後旁邊是個小姐 一直安撫他說 加油你要撐住 加油你要撐住 可是他說後來就沒有聲音 很可能就走了 那走了以後 這個他說他看到螢幕很感人 一共在車 車廂裡面 大家都彼此加油 有誰需要什麼幫忙 還有這個 這個是誰的手機 大家一直互相彼此加油 我根本這個是非常難得 這樣